在影视剧中,哭戏是必不可少的剧情存在,无论是男星还是女星,一般都会有过哭戏的经历。 有的人哭起来很感染观众,让人觉得十分心疼,今天就来盘点一些韩剧里的神仙落泪。 说到男星哭戏,自然少不了李忠硕。 李忠硕身上有种挡不住的少年气,剧中不管是撒娇卖萌或是当霸道总裁,都不会让人觉得违和或油腻。 只会让人陷入他独特的魅力。 在Doctor一厢人中,与恋人宋在西逃亡时,在西中枪坠海,看着恋人坠海时,朴熏的哭泣,瞬间也是把观众们带进了角色。 面对即将逝去的昔日恋人,那种不舍心痛绝望只有泪流,没有惊天动地却能听见心碎的声音,也是让网友们纷纷声泪俱下。 甚至还有网友直言,家里的纸巾不够用。 当然,最经典的哭戏莫过于当年在匹诺曹中与哥哥相认的一段,看过剧的人绝对都忘不了这场绝美哭戏,眼泪从眼眶中流出,心中像断了线的珍珠散落一地。 那种委屈,痛苦,惊喜,又重新串起心情,也是演绎到了就像是他本人经历过的一样。 还有W两个世界,女主父亲无成物,意图迅速杀死江泽,结束漫画最终篇。 而女主却想尽办法救江泽,江泽在幸福与绝望中来回穿梭,那种相爱又被阻碍的爱情。 李中硕再次用眼泪证明了,用一滴眼泪也足够表达任何话语的演技。 玄冰在《爱的破将》中饰演的栗正鹤个性内敛,只有在市里遇到危险时才会变得比较意气用事。 玄冰也贡献出一段很有层次的哭戏。 剧中,当市里被绑架受伤后,郑鹤一直隐忍着情绪,等到市里醒来后却再也忍不住了。 看着在病床上的市里,还没开口说话,郑鹤就已经默默泪流满面,接着更是直接抱着市里告白,自己有多爱他,哭得就像是个小男孩,让人隔着荧幕都是满满的心疼。 金秀贤的哭戏也很强,甚至被誉为是教科书级别的哭戏水平。 之前在虽然是精神病但没关系中,一段与哥哥的哭戏常年隐藏在心中的黑暗面被哥哥揭开时,兄弟间对彼此的愧疚更是一次爆发。 这段哭戏真的是让人光看着就纠结心疼。 之前在《来自猩猩的你》中饰演外表冷酷的外星人都教授,好不容易坦诚自己喜欢上亲送医后,却不得不回到自己的星球。 这一段哭戏真的是让好多人都印象深刻。 从一开始默默沉思,到后来忍不住落泪,到越来越无法自已的痛哭,哭戏不仅有层次,又渲染力十足。 在《拥抱太阳的月亮》中,金秀贤饰演的王,得知自己深爱的烟雨,被自己的家人所谋害的真相,在宫殿内痛哭的场景。 短短一段哭戏,金秀贤却哭得让观众全体揪心,真的是教科书级别的演技。 看过齿昌旭影视作品的观众,都会被他的眼神所吸引。 他对角色、眼神以及面部神态的拿捏永远都是恰到好处。 可以从他眼睛里看到失望、伤心、快乐、心动、愤怒、慌乱等各种情绪。 在《黑勒》中,有一段他想去看师傅,但是却发现师傅已经死了,眼眶慢慢变红,真的太让人心疼了。 在都市男女爱情法中,齿昌旭饰演的建筑师朴仔元,是一个喜欢都市小巷的浪漫建筑家。 每次看向相爱之人的眼神,都是浪漫又感性,尤其后面哭着跟轩儿对话,泪眼汪汪。 听到轩儿说过得很好,还是开心的微笑了。 看这段的时候是真的被感动到了,明明很心痛,还要微笑的样子,真的太让人心疼了。 除了男星,女星的哭戏也是一绝,朴信慧偶逆的哭戏,感情拿捏的也是十分到位。 不论是早期在《原来是美男》中饰演的高美男,还是在《大火的继承者》里饰演的车恩上。 哭戏对朴偶逆来说几乎是家常便饭,每个场面都深入人心,带动观众跟着哭得像个累人。 有人说朴信慧长了一张梨花带雨的脸,不哭都让人心疼,哭起来更是大颗大颗的眼泪,真的既美丽又有感染力。 金高盈,孤单又灿烂的神《鬼怪》中饰演的池恩桌,面临鬼怪惊性的灰飞烟面,瞬间泪崩,让人想到鬼怪的离开对女主而言根本是不能承受的重量。 看了这段哭戏,就理解了编剧为什么要找金高盈来演,这种越看越舒服的干净颜值,加上杠杠的演技,完美诠释鬼怪新娘这个角色。 I.O.在最佳李顺心中试验看到电视剧感人的场面就会泪流不止的女主角,就职不顺,被骗,父亲的突然离世等种种不幸,让扮演者I.O.不知在戏中苦过多少次。 在各种情境中,I.O.的情感戏自然流露,用泪水诠释了多重情感。 《我的大叔》中试验的是一个无依无靠,承受着生活重担的二十多岁少女李治安。 一开始看剧有点接受不了女主的性格,后面越看入戏越深。 大叔为了治安第一次动手打架,治安蹲在路边忍不住放生的痛哭,隐忍许久的泪水彻底爆发了。 其实在这个世界上,只希望有个人能够懂得我。 看完这么多虐心的场面,爱追剧的小伙伴们是否回忆起当时自己边看边哭的情景了呢? 欢迎大家留言推荐你心中哭戏最棒的演员哦。 演员